为什么说老人六十岁之后的日子最难熬? 老人直言,没能躲过这三件事 很多人认为,老年人退休之后,日子过得既舒适又惬意 因为只有退休后的老人,才不需要天天都赶着上班 不需要承担养育儿女的艰辛 老年人经过大半生的积累,不仅有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 还有着不菲的积蓄,所以退休生活一定非常的美好 可是,现实当中的退休老人,他们的生活远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美好 他们虽然不需要承受工作的压力,不需要承担养育儿女的艰辛 但他们仍然有着他们这个年纪的不容易 吴阿姨说,她退休后的生活,不仅没有想象中美好 反而每一天都是煎熬 之所以会这样,皆因为她没能躲过这三件事 吴大妈,我今年六十岁,老伴今年六十三岁 我俩有一个三十三岁的儿子 大孙子今年五岁,小孙子还在儿媳妇的肚子里 自从我退休之后,就开始过上了天天带孙子的生活 孙子出生的节点掐得非常好 正好是我五十五岁退休那年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在退休之后 一天都没有休息,就去儿子家里上岗 做着带新的保姆 老伴不同意我去儿子的家里帮忙 他说我们好不容易熬到退休 一定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老伴让我陪着他去丽江 过旅居的生活 他说那里气候宜人 风景优美,是适合旅居的好地方 我心疼儿子,不愿意陪着老伴去丽江 老伴跟我赌气,一个人去了丽江 后来他在丽江找了老伴 宁愿净身出户,也跟我把婚给离了 这是后话 老伴去丽江快活潇洒去了 我却天天都在儿子的家里累死累活 而媳妇是独生女 一辈子没有吃过苦的她 将家里所有的事情全都抛给我 我不仅要带孙子 还要给全家做饭 洗衣服和收拾屋子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 我都会偷偷流泪 为自己的辛苦 为儿子和儿媳妇不心疼我 然而是这样 我仍然强达起精神 每天都做好所有的事情 我之所以能够一直坚持 皆因为小两口告诉我 我把孙子带到三岁 他能够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就可以回家 我日盼夜盼 好不容易盼到孙子上了幼儿园 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里 那一天 我兴高采烈地给老伴打电话 让他回家 谁知他却一口回绝了我 他说他在丽江有了喜欢的女人 再也不可能和我过日子 我伤心欲绝 要去丽江找到老伴 劝说他回家 谁知这时候 却传来母亲得了癌症的噩耗 母亲在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之后 指明让我照顾 虽然我有一个哥哥 母亲却坚持不让哥哥照顾他 哥哥的脾气不好 经常在母亲的面前大吼大叫 母亲害怕他 所以才不让他照顾自己 母亲得了绝症 如果拒绝照顾母亲 我于心不忍 为了照顾母亲 我只好放下去 丽江寻找老伴的想法 照顾母亲的那些日子里 我每天都过得心力交瘁 我为了母亲的病情 而感到焦心 为老伴有心欢的事情焦虑 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双重的打击 一年半之后 母亲随着病情的恶化 终于彻底地瘫倒在床上 我每天都要给他喂三顿饭 要照顾他大小便 要经常给他翻身 带他去医院看病 这所有的一切 让我劳累地足足瘦了二十多斤 母亲在患癌的两年之后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母亲咽气的那一瞬间 我并没感到难过 反而感到特别地轻松 在我的精心照顾之下 母亲在患癌的两年时间里 没有遭太大的罪 所以对于母亲的离世 我没有遗憾 只有欣慰 给母亲办完了丧事 我立刻启程去丽江 踏上了挽回老伴的征程 当我见到老伴时 他正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女人丧偶 有独立的住房 老伴住在女人的家里 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看见老伴和女人 相亲相爱地生活在一起 我只觉得万简穿心 我哀求老伴 让他跟着我回家 可是 无论我如何哀求 老伴都铁了心 要跟我离婚 他说我俩 已经长达五年 没有生活在一起 他对我的感觉 早就像是陌生人一样 如今的他 除了离婚 别无他求 只要能够离婚 他宁愿静身出户 老伴坚决的态度 让我彻底死心 既然他对我毫无感情 我就随了他的心愿 和他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原本打算重振旗鼓 学着老伴那样 找到一个相亲相爱的伴侣 两个人携手度过后半生 我正憧憬着未来生活的时候 儿子却通知我 儿媳妇又怀了二胎 当我听到儿媳妇 怀上二胎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我再也不可能 拥有幸福的再婚生活 我今年已经六十岁 等我将小孙子 带到上幼儿园的时候 又过去了三四年的时间 那时候的我 早就老得不能看 根本不可能 有男人看上我 在我没有退休之前 我将退休生活 想象得极其美好 认为退休后的生活 如风花雪月一般 生活中全都是悠闲和惬意 当我退休之后才发现 退休后的生活 只不过是带孙子 伺候病重的母亲 承受老半的背叛 当我认清事实之后 对自己的未来 就再也没有了期盼 我打算将小孙子 带到上幼儿园之后 就一个人孤独终老 在我老得动弹不得的时候 就去养老院生活 儿子和儿媳妇 现在都对我不笑 他们只知道压榨 我的剩余价值 根本没有想要孝敬我的想法 既然如此 我想 养老院大概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接触于 六十岁的退休老人 他们的生活 往往并不像人们的想象中 那样美好 退休老人虽然不需要上班 日子却往往过得比上班还要累 上班的人们尚且有休息时间 但是老人照顾孙辈和年迈的父母 却是三百六十天 没有一天能够休息 这样的退休生活 特别让老年人失望 可是老年人除了咬紧牙关坚持 就别无他法 为什么说吴大妈六十岁之后的日子 最难熬呢 皆因为他没能逃过这三件事 他没能逃过带孙子的繁琐 没能逃过伺候父母的艰辛 没能逃过老伴的背叛 这样的退休生活 对于吴大妈来说 每一天都是煎熬 毫无幸福可言 命苦的女人 往往这三处比较小 看看你身上有没有 命苦的女人 有可能是原生家庭 有可能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人活一辈子 其实自己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只要你敢去改变 那么命再苦 也会渐渐好起来的 没有谁的生活 会一直都很苦 只有自己不去改变 有时候 你改变了自己的性格 改变了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变得开朗了 变得强大了 不需要依附别人 能够靠自己 那么你的命运 其实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命运跟自己的努力 有很大的关系 那些活得不幸福 晚年命苦的女人 其实都是她们走错了方向 或是逆来顺受 或是只会依靠别人 自己不努力 那么晚年之后 没有了依靠 就会过得很苦 世界上没有命好的人 只有自己认为 自己是命苦的人 命苦的女人 往往这三处比较小 看看你身上有没有 一 心眼小 爱计较 命好的女人 其实是比较大方 性格也比较开朗的 不会随意认命 也不会跟别人过不去 不会看到别人 过得比自己好 就小心眼 就嫉妒别人 命苦的女人 总是看到自己得不到的 却看不到自己所得到的 总是因为一点小事 就斤斤计较 总是无法让自己吃一点亏 最终在计较的中 也会失去很多的好人缘 越是心眼小的女人 其实过得越苦 什么事情都要查清楚 什么事情都要让自己知道 特别是在婚姻中 总是怀疑伴侣 总是猜忌 自己因为心眼小 而变得患得患失 容不下别人 好好的婚姻都被她弄没了 女人 心眼小了 就只会抱怨 只会吃醋 只会变得很敏感 只会把事情放大 内耗自己 消耗幸福 也折磨的就是自己 二 稚气小 没有奋斗心 只想依靠男人 女人 一旦有了不想奋斗的心 不想去努力 不想工作 只想在家里躺平 只想在自己负责美貌 依靠男人来养活自己 那么后半生就会变得很苦 其实女人要独立 才能让自己好命起来 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军 他大学毕业就结婚了 然后婚后没有出去工作 就在家里相夫教子 在家里躺平 每天出去做美容 去购物 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 几年过后 丈夫变心了 爱上别人了 罗子军离婚了 才知道自己没有收入 没有工作 自己又脱离了社会那么久了 找工作很难 才真正意识到了危机 也才后悔自己那么多年来 都没有好好独立起来 所以 作为女人 志气也要变大 才能让自己好命 不要轻易丢失自己赚钱的能力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事业 唯有事业 才是你最后的退路 你越是想要依靠男人 越会让自己过得很卑微 很委屈 而是自己强大起来 依靠自己 拥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加有底气 很多女人过得不幸福 就是因为情绪小 情绪太不稳定了 总是爱翻就账 总会因为一点小事 就陷入自我的情绪中 不理解别人 也不包容别人 也听不进去别人的话 只想听自己想听的 一旦别人做得不满她的意愿 情绪就开始波动了 甚至是一点就诈 就会拿之前的事情说起来 一个爱翻就账的女人 是过不好生活的 总会把往事放在心里 没有放下 也显得格局小 大度不了 一生气就只会翻就账 跟人吵架 弄得家庭没有一点安宁 一个家庭中 想要得到幸福 想要温馨 就不要翻就账 就要学会包容和理解 想要男人一直在乎你 心里有你 更加要懂得包容 不能总是翻就账 不然男人只会离你越来越远 很多感情 就是翻着翻着就没了 女人 你要放宽心一点 你要爱自己 你要活出自我 你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和心态 做一个有趣的人 有志气的人 大度的人 感谢命运的馈赠 心中有爱 心中向阳 才能有可能去战胜命运 我56岁 有房 存款10万 每月退休工资2100 究竟能不能安享晚年 我今年56岁 老公在上个月突发脑溢血 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自从老公去世以后 我就开始为自己今后的养老问题 而感到担忧 老公是家里收入最高的人 我跟他结婚33年 有20多年 都是靠老公养活 我35岁那年就没有上班了 我嫌上班辛苦 挣的钱也不多 于是辞掉了工作 在家里当起了全职太太 虽然我辞掉工作以后 没有一分钱的收入 但我的日子却过得非常宽裕 我老公是单位里的管理阶层 收入以年薪计算 即使我不挣钱 家里也不会缺钱花 老公非常宠我 只要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他就百分百地支持 老公的宠爱 让我非常有安全感 因为老公的收入高 所以我从未给自己做养老规划 我心想 我和老公的感情那么好 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婚 既然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婚 那么一定会白头到老 老公现在的收入那么高 即使他以后退休了 退休金也不会低于一万 足够我俩用了 所以我除了每个月缴纳社保以外 没有给自己做任何养老投资 我和老公只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从小到大都听话懂事 非常让我省心 女儿小时候 一直在公婆身边长大 后来公婆相继去世 我就辞掉了工作 把女儿接到身边 在家里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我这辈子都没让自己吃过什么苦 是一个非常懂得善待自己的女人 女儿结婚的时候 我给了她十万块钱 让她自己置办嫁妆 女儿很不开心 说咱家又不穷 为什么只给我十万块钱的赔价 我狠狠地骂了女儿一顿 说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家里每个月的开销那么大 根本存不了多少钱 女儿不服气 说咱家的钱还不是都被你买衣服穿了 你要不是乱买衣服 咱家不可能只有这么点钱 女儿居然管到我头上 我哪里能忍 我气得破口大骂 说她胆子不小 居然管到老娘的头上 我告诉女儿 我只有十万块钱 她若要就拿走 若不要就还给我 女儿拗不过我 只好拿着十万块钱 给自己置办了一些嫁妆 虽然女儿因为这件事情 很久没理我 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 女婿家里非常有钱 即使我不给女儿置办嫁妆 她的日子也差不到哪里 我知道自己有大手大脚 花钱的毛病 导致我和老公结婚那么多年 家里的存款从未超过二十万 尽管如此 我也从未检讨自己的行为 反而认为自己是一个懂得享受生活的女人 家里的衣帽间里 堆满了我的衣服和包包 老公挣的钱 绝大多数被我买奢侈品消费掉了 尽管我大手大脚地花钱 老公也从不管我 他无条件地包容着我 让我做一切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以为自己这辈子都可以这样幸福下去 在老公的宠爱下生活到老 然而 命运却偏偏要捉弄我 让老公在五十多岁的年纪 就永远地离开了我 自从老公去世以后 我就只能依靠自己 二千一百块钱的退休金过日子 这样的生活 让我感觉太憋屈 我不习惯过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日子 我习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 不习惯为了一把小菜 和菜市场里的摊贩奖价 老公刚去世的日子里 我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以后会过苦日子 我仍然像以前那样 看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自己喜欢的衣服和包包 不管多贵都买回家 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天 我就发现 自己一个月的退休金已经花光殆尽 当我发现自己的退休 今撑不到月底的时候 心里开始感到很恐慌 我心想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我必须去找外援 维持住我现在的生活 这样想着 我就拿起手机 给女儿打电话 跟女儿诉苦 说我的退休金那么低 如今你爸爸走了 我的钱实在不够花 我希望女儿听了我的话 能够主动拿出一些钱来 让我的日子能过得好点 然而我跟女儿 我跟女儿吐槽了许久 她却始终不说拿钱帮我的话 见女儿对我的困境无动于衷 我的心里很气 心想 女儿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 如今我没钱花了 她却不愿意拿钱帮我 实在不应该 这样想着 我就理直气壮地对女儿说 我的钱不够花 你给我拿一万块钱 我先花着 如果花没了 我再找你要 我的话音刚落 女儿就毫不犹豫地回答我 别说一万块了 就连一千块钱 我都不会给你 女儿居然用这样的语气 跟我说话 把我的费都给气炸了 我大声递之问她 女婿的收入那么高 你的日子过得那么宽裕 为什么就不愿意 拿出一些钱来 让你妈妈的日子 过得好点呢 女儿说 妈 有句话 我憋在心里很多年了 既然你提起这事 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为什么有钱 也不愿意给你花 女儿悠悠地叹了一声 然后说道 我爸挣了那么多的钱 全都被你霍霍了 啥家当都没置办 房子也是单位分的福利房 我结婚的时候 你说手头没钱 只用十万块钱打发了我 你明知我婆嫁有钱 都不愿意多拿些钱来 给我多置办一些嫁妆 导致我嫁到婆嫁的时候 连头都抬不起来 两年后 我生了儿子 才终于母平子贵 日子也好过了一点 现在你说你缺钱 让我给你钱花 可是当初我的日子 过得艰难的时候 你又帮了我什么呢 女儿的此番话 让我无言以对 我默默地放下了电话 从此再也没有找女儿 要钱花 自从我明白 女儿不会是我晚年的依靠时 我就深知 养老只能靠我自己 我把家里的几个存折 归拢了一下 发现这些存折里的钱加起来 足足有十万块 我心想 我有房 有十万块钱的积蓄 每个月 还有两千一百块钱的退休金 只要我改掉铺张浪费的毛病 兴许能够舒心地安享晚年 我五十八岁 退休金六千 月月旅游真开心 儿子一句话 让我痛悔不已 五十八岁的姚阿姨说 她每个月的退休金 有六千块钱 这么多的钱 她一个人根本花不完 她几乎月月都要出门旅游 日子过得很是开心 可是前不久 在姚阿姨的身上 出现了一些状况 她自己解决不了 于是就向儿子求助 儿子却说 鉴于她之前的一些所作所为 她不打算帮助她 儿子的话 让姚阿姨意识到 自己曾经犯下的错 内心痛悔不已 姚阿姨 我今年五十八岁 到现如今 我退休已经有八年时间 老伴在世的时候 我俩的感情特别好 退休后的我们 每天都形影不离的 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我和老伴年轻的时候 吃过很多的苦 老伴是铁路上的职工 经常十天半个月不在家 老伴不在家的日子里 我就一个人带着儿子 过日子 我是医院里的护士 在注射时上班 医院里的病人很多 每天从上班开始 直到下班 我都忙得脚不沾地的 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那时候的我们 除了工作和照顾孩子 根本没有娱乐的时间 我们最大的期盼 就是尽快退休 结束这忙碌的日子 可以从容地享受生活 我们有一个儿子 儿子小的时候 读书成绩特别好 从小到大 儿子都没让我们操心 大学毕业之后 儿子就去了一家 上市公司上班 由于工作能力出色 如今已经坐到了 主管的位置 儿子有出息 我们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退休后的我们 就到处游山玩水 很是惬意 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加起来 每个月有一万多块钱 这么多的钱 足够我们潇洒地享受养老生活 自从我俩退休以后 就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我们去南方看海 去北方看雪 就连过年的时候 我们也很少回家 只是为了在不同的城市 体验不同的年类 虽然我们有一万多元的退休金 但架不住我们总是在外面跑 所以 虽然我们的收入不低 但仍然没有存下钱 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们没有钱给他买婚房 我们的钱全都花在了游山玩水上面 根本没有存款 我告诉儿子 我将他培养到大学毕业 已经尽到了为人父母的责任 买婚房是他自己的事情 不应该要求我们出钱 儿子听了我的话 没再说什么 过了一阵子 他说 房子买好了 首付款庆价出了一部分 小两口出了一部分 不足的部分 他们刷了信用卡 我说那不是挺好的 房子买了就行 我儿子那么有出息 哪里需要我们帮忙 儿子只是笑笑 仍然没说话 儿子和儿媳妇的婚礼 我和老伴作为儿子的父母 和两亲家同时站到了台上 接受亲朋好友的祝福 每每想起我的同龄人 他们为了儿子结婚 不仅掏空了积蓄 还欠下了不少的外债 为了还债 不得不在退休以后 继续打工挣钱 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幸运 庆幸自己有一个好儿子 我可以毫无压力地享受生活 孙子出生那会儿 我和老伴正在南方的 一座城市旅游 儿子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都不会带孩子 连给孩子换尿布都不会 儿媳妇在家里愁得直哭 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问儿子 亲家公和亲家母 不是跟你们住得挺近的吗 让他们帮帮 你们不就行了 儿子说 亲家公前不久查出得了癌症 这几天正在医院里手术 亲家母二十四小时陪着亲家公 根本抽不出时间过来 儿子祈求我 让我务必赶回来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绝对不可能给我打这个电话 他说儿媳妇 愁的奶都没了 孩子只吃母乳 不吃奶瓶 饿的嗓子都哭哑了 即使是这样 我也没有回家 我们来的时候 买的是往返机票 若临时退票 就要损失不少的钱 我告诉儿子 带孩子没什么难的 自己上网学学育儿的方法 很快就琢磨会了 听到我这样说 儿媳妇不乐意了 他抢过电话 大声地指责我 他说我哪里有当奶奶的样子 别人家的奶奶 孙子出生以后 都忙前忙后地 帮忙带孙子 照顾儿媳妇坐月子 只有我 只顾着自己玩乐 丝毫不管孙子的死活 我理直气壮地告诉儿媳妇 当年我带儿子的时候 婆婆也没在我身边 还不是自己一个人带过来的 既然我可以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我的话还没说完 儿媳妇就不耐烦地 将电话给料了 老伴在一旁说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儿媳妇不开心 万一跟儿子吵架咋办 我两眼一瞪 说儿媳妇又打不过咱儿子 有啥好害怕的 我偏不回去 若是这次给了她脸 下次她还指不定 怎么蹬鼻子上脸的呢 我可不惯着她 直到孙子满月那天 我才去儿子家看孙子 我和老伴刚一踏进家门 就发现气氛明显不对 小两口都在家 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 他们都冰冷着一张脸 既不招呼我们坐下 也不跟我们打招呼 没人搭理我们 我们感到很是尴尬 在家里待了没一会儿 逗了逗孙子 就无趣地走了 虽然我知道 儿子和儿媳妇 跟我结下了梁子 但我却丝毫不在意 更没有主动求和的意思 我的性格非常倔强 这辈子从没跟人说过软话 就连对我的亲生儿子 也是如此 我不怕儿子和孙子 跟我不亲 我又不靠儿孙给我养老 我有房有退休金 有爱我的老伴 养老没啥可愁的 可是天总是不遂人意 老伴63岁那年 因为突发脑溢血 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老伴去世之后 我天天都一个人待着 感觉特别没意思 为了排遣孤独和寂寞的感受 我越发地爱上了旅游 只有身处在热闹的人群之中 我才会忘记孤独 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 我每个月有六千块钱的退休金 即使我月月出门旅游 也足够我的花销 老伴在世的时候 多了他那一份收入 出门旅游的时候 我们可以住得好一点 吃得好一点 老伴去世之后 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退休金 我就抱便宜的旅游团 一样可以经常出门旅游 虽然吃饭和住宿的档次低了许多 但并不影响我旅游时愉悦的心情 前不久 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 彻底地打破了我安逸的养老生活 在一次登山的时候 我不小心摔下了山坡 双腿骨折 再也没能站起来 那时候 我还在离家一千多公里的风景区 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虽然我住进了当地的医院 找了护工看护自己 但我仍然感到极其不方便 护工和我素媚平生 他之所以照顾我 只不过是拿钱办事而已 他照顾我的时候 极其敷衍 他见我没有亲人在身边 对我越发地肆无忌惮 根本没有好好地照顾我 虽然对护工心有不满 我也不敢提意见 我在外地孤身一人 没有亲人给我撑腰 我不敢造次 万一得罪了护工 遭致他的报复 我可是一点招都没有 住在病房里 我最大的担心 就是我的财务安全 由于没有亲人在身边 我就只能自己保管贵重物品 病房里人来人往的 万一有小偷 把我的手机和钱给偷走了 我一个人身处外地 可谓是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都是将装着重要物品的包包 抱在怀里睡觉 由于精神总是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 所以我根本睡不好觉 白天病房里的闲杂人等更多 我就更不敢睡觉了 即使困得睁不开眼 我也只能强打精神 看着我的东西 这个时候 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亲人的重要性 如果儿子在我的身边 我就能够放心大胆地睡觉 不用担心被人欺负 担心遭受到财产损失 好不容易熬到病情稳定 我拄着拐杖 飞回了自己的家乡 一下飞机 我就给儿子打电话 让他开车接我回家 儿子问明了情况之后 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帮不上你 你自己坐出租车回家吧 说完 他不等我回答 就撂了电话 儿子如此冷漠地拒绝了我 让我很生气 我迅速回拨了过去 大声地质疑儿子 骂他没良心 我把他养这么大 他连接我回家都不愿意 简直就是白眼狼 儿子冷冰冰地说道 你游山满水的时候 可曾想过我这个儿子 现在你有困难了 就想到我了 可是 我有困难的时候 又能找谁呢 你知道吗 我的工作丢了 现在连房贷都交不起 此时此刻 我正在送外卖 哪里有时间接你 听说儿子丢了工作 我很着急 一叠声地问他 你那么好的工作 怎么突然就没了呢 儿子说 还不是怪你 你只顾着自己开心 到处游山玩水 孩子没人带 我们又顾不起保姆 老婆只好辞了工作 在家里带孩子 为了挣房贷和养孩子的钱 我不得不挣一些灰色收入 被公司发现了 就被开除了 说完 他又补充了一句 你不要总是给我打电话 如果被我老婆听见了 我的婚姻就要完完 我没了工作 如果再没了婚姻 这辈子就彻底没指望了 儿子的一席话 让我痛悔不已 我很想帮帮儿子 可我的兜里也没有几个钱 即使我想帮他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的腿伤还在恢复阶段 目前还不能生活自理 我要花钱 雇保姆照顾自己 要应付我和保姆 两个人的日常开销 我那六千块钱的退休金 根本不够花 我原本打算找儿子 借点钱周转 看这情形 是没指望了 我打算腿伤好了之后 再也不出门旅游 好好在家里待着 省下一半的退休金 资助儿子还房贷 如果儿媳妇愿意 我愿意帮带孙子 希望我的这些举动 能够让儿子和儿媳妇 能够原谅我当初的糊涂 老天要收走一个人 会提前给出这三个信号 乌云背后是风雨 落叶背后是秋天 任何事情要发生之前 都是有暗示的 人生的悲欢离合 也不例外 正如《西游记》中的一句话 阎王注定三更死 谁敢留人到四更 趁早跟我去 免得套上绳子扯拉 诚然 与其在生死面前 战战兢兢 不如看到人生的规律 顺其自然变老 免得死于非命 那些看起来是天定的东西 其实是你自己违背了规律 带来了恶果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你就能懂得 老天要收走一个人 会提前给出以下几个信号 一 麻绳专挑细处断 人在病痛不断的情况下 生命就堪忧了 刘邦本是农家子弟 后来成为义军首领 和项羽成为哥们 又变成了对手 就是鸿门宴这样的大场面 都不能伤害到刘邦 但刘邦统一天下之后 人也慢慢老了 在讨伐英部叛乱时 刘邦被刘剑射中了 身体立马就扛不住 连续多天都不能下床 也不接见大臣 他的妻子吕后 请了最好的医生 帮助刘邦治疗伤口 刘邦问 我的病还会治好吗 医生说可以啊 刘邦一听并没有高兴 因为医生惧怕自己的权势 不敢说真话 他的心中有数 于是说 无以不一提三尺剑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 命乃在天 虽便却何意 说完 就给了医生五十两黄金 不再和医生见面 过了没多久 刘邦就过世了 当刘邦如老虎一样健康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躲过 但是他老了 加上平时的病痛 重见的伤口 那就扛不住了 一个皇帝都扛不住病痛 就是匾阙都回天无数 何况是普通人呢 看我们身边的老人 就会知道 他们平时身体不太好 然后忽然来一场大病 基本上看不到希望了 身体素质一直不错的人 偶尔来一场病 很快就会好起来 没有人可以一辈子健健康康 也不变老 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不折腾身体 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提高生活的质量 在老年的时候 保持精神愉悦 不要战战兢兢 千万不要折磨自己 二 多行不易必自毙 人在能够为所欲为的情况下 命里的克星就来了 在西游记中 大部分的妖怪和唐僧师徒 打斗一阵子 就被神仙收走了 并没有一命呜呼 但是有个别妖怪 就被彻底铲除了 同样的妖怪 为什么结果就大不一样呢 我们分析车池国的虎利大仙 杨利大仙 陆利大仙 就能明白一二了 在车池国 有道士 和尚 普通老百姓 大家本来都活得很自由 相安无事 自从三个大仙来了之后 就蒙蔽国王 使用妖法 导致和尚被打压 为道士们卖苦力 大量的寺庙被拆除 和尚成为了道士家里的奴仆 表面上看 三位大仙可以求来风雨 带来丰收 其实他们暗中祸害百姓 只是皇宫里的人 蒙在鼓里 孙悟空和大仙斗法 大仙使出了罪恶毒的方式 丝毫没有道德 孙悟空把大仙灭了 最后 一位儒者站出来 道破了天机 我们应当依靠百姓的力量 通过改善农业技术 加强水利建设 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依赖虚无缥缈的外力 很多人以为 自己采用恶劣的手段 把一大群人控制了 也带来了地位财富等 是可以活万万年的 事实上 万事万物 一物降一物 从来没有谁是天下第一人 但命里的克星来了 那就意味着自己要被灭了 没有办法翻身 人际关系也好 利益分配也好 都应该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一旦谁可以掌控一切了 就会错误 泛滥成灾 被更强的对手打败 也许这个对手 是弱者的联合 三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人在使尽贪财的情况下 难免有命赚 没命花 三国时 曹操身边的曹洪 在曹操讨伐董卓的时候 就过曹操一命 这份情算是根深蒂固了 但是曹洪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贪财 曹丕还是少年的时候 向曹洪借钱 曹洪拒绝了 曹丕接过曹操的位置 还做了皇帝 就开始清算曹洪 把曹洪贬为庶人 若不是太后求情 这真的小命不保 比曹洪更糟糕的是 明朝时的郭衡 作为护不侍郎 采用作弊的方法 倒卖官粮 让皇帝恼火 让百姓厌恨 最终被问斩 明太祖在大告中点评郭衡说 古往今来 贪赃王法大有人在 但是搞得这么过分的 实在是不多 金钱与贪欲 是最无道德的恶魔 我们在满足日常需求之后 再去贪图更多的钱财 那就会惹祸上身 因此聪明的人都懂得施舍 也就提醒我们 金钱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你把钱都留在自己身上 还让别人赚不到一份钱 这就逼着人家 都朝着你来冲撞 因为你要生活 别人也要 四 西游记里还说 心生 种种磨生 心灭 种种磨灭 若非身体原因 人都是可以自救的 老天不会莫名其妙 就为难谁 而是竭尽所能 去帮助那些 愿意改变命运 积极向上 心存善意的人 长生不老是一场骗局 生生不息 却是真实存在的 作为夫妻 恩爱到老 就算其中一人先走 后走的人还是在惦记 所有生活的画面都在 作为父母 勤俭持家 留下好家风 多年后还是子孙的骄傲 作为社会上的一员 你努力赚钱 谋业 又和大家一起分享利益 你的大爱 也就名垂青史 从今天起 顺着天道生活 从心所欲 不予举 故事 52岁阿姨给76岁大爷做保姆 一年涨了三次工资 但我还是辞职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人们的养老方式 也渐渐从靠儿女养老 变成找保姆养老 也因为请保姆养老的流行 造就了保姆市场的发展 让很多中年女人 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 而很多人的认知里 做保姆就是一种门槛极低 工资很高的工作 只要是个会做饭的人 就可以去做保姆 然而 有时候保姆的工作 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轻松和容易 因为保姆始终是伺候人的活 所以保姆不单单要做好基本的家务 还要迁就着雇主的性格 提起来做事的 可能有人会说 只要工资高 吃点苦瘦 点气都不是事 毕竟 谁也不会跟钱过意不去 但是我们心里是这么想的 可现实中 很多保姆 却都不会为了钱 而委屈自己 一位52岁的女保姆楚阿姨 就这么诉说道 我曾给一位76岁的大爷 做住家保姆 一年时间里 她给我涨了三次工资 从6000元涨到7500元 但我最终却选择了辞职 为什么楚阿姨会放弃这份工作呢 下面就来听听楚阿姨 是怎么说的 讲述人 楚阿姨今年52岁的我 已经在保姆行业 做了有八年多了 以前的我没想过会去做保姆 因为我嫁人后 就和丈夫在一家工厂工作 并且我的丈夫很厉害 没几年就做上了领班的岗位 工资也很高 但是八年前 由于工厂经营不善 导致我们夫妻俩双双下岗 一把年纪的我们 非常不好就业 丈夫转行做了物业管理员 而我就做起了餐厅服务员 这看似也还不错 但当时房贷车贷家子女还在读书 各种开支非常巨大 就让我们家一度陷入困境 过得十分煎熬 为了改善家庭经济 我最终选择去做了保姆 那时候转行去做保姆 也深受周围亲戚朋友的非议 个个非常嫌弃 觉得我做保姆就是低人一等的 可当时尽管深受各种不好听的非议 但我却没有选择放弃保姆工作 而且也靠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最终我通过做保姆 让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宽裕起来 不用再扣扣索索 冬界稀凑地过日子 如今房贷车贷还完了 还额外给我的儿子买了一套房 在城里也过上了很幸福的生活 不过 我通过做保姆改善了家庭环境 却还是会受到很多不好听的流言蜚语 很多人依旧不看好我们做保姆的 都觉得我们保姆就是卑躬屈膝的人 只要给的钱够多 我们什么事都是做 但是很多时间我们做保姆的 也是选择性的 不会因为雇主给的钱多 我们就什么都干 不会为了多拿些钱 就忍气吞声委屈做人 甚至放弃尊严和底线 就好比我去年伺候的 一位76岁的雇主 他一年时间里 给我涨了三次工资 从6000元涨到7500元 但我却受不了 最终还是选择辞职走人 这位雇主叫刘大业 76岁的年纪 退休有16年了 退休工资很高 一个月高达9000多 并且名下还有一栋房子出租 一个月收租也有2万多 对于独居一人在家的刘大爷来说 这些钱可以让他晚年无忧 花钱不愁 所以刘大爷很早之前就开始找保姆生活了 而且他把工资开得很高 一般照顾半瘫痪的老人 一个月也就是6000元 但刘大爷是个可以自理的老人 开的工资却也是6000元 我当时就是冲着这么高的工资 才选择跳槽来给刘大爷做保姆的 我以为我这是赚到了 结果伺候起刘大爷 却让我苦不堪言 刚开始试用期时 我伺候起刘大爷还是蛮轻松的 每天就给他做做饭 打扫卫生 还有陪他去医院做做检查 就没啥事的 我当时也觉得很庆幸 找了份清闲又工资高的工作 于是很快就跟刘大爷签一年的合同 谁知签完了合同 也就是第二个月开始 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刘大爷开始显露 真脾气 对我老是指着点点 还很挑剔暴躁 一有点不符合他意的 就会被他一顿指责 而且说的话也特别难听 把我当作吓人一样 就拿最简单的洗衣服和做饭来说 原本两个人的衣服 每天洗一次也很正常 但刘大爷非要我攒两天再洗 说什么这样才不会浪费水 做饭也是 我想就两个人吃饭 一餐做多点 然后下一餐就把剩余的饭菜 拿去微波炉热一下 就可以吃 这样方便又快捷 而刘大爷偏偏要我每餐 都要新鲜不重样的 而且还要叫我把做饭菜量 拿捏得刚刚好能吃完 这就让我很为难了 每次做多了点 刘大爷就会指责说浪费钱 然后非要吃进去 就算我做得量刚好 结果刘大爷没胃口吃不下 这剩餐剩饭也不能留 要我解决掉 说实话 被雇主这么逼着做事和吃饭 让我非常难受 特别是刘大爷那牢牢叨叨 又很喜欢抱粗口的嘴 每天说得我头很疼 于是工作了三个月 我就跟他提出了辞职 而刘大爷却不让走 说我和他签了合同 要满一年才能走 不然要扣我半个月工资 而且他还说 我干得不错 如果不走的话 就会给我加五百元工资 权衡利益之后 我选择了忍耐 毕竟扣掉半个月工资 真的要我命一样 还有不走的话 工资就涨到六千五百元 这可让人十分心动 可是工资涨了 刘大爷的脾气也大了 以前只是唠叨我做事 可后来却直接控制 我的个人时间 每次做完家务事 我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下 刷下手机 或跟家里人通个电话 结果刘大爷看见我这样悠闲 总会跑过来说我几句 然后就给我下任务做很多不相干的事 什么给他泡茶 剪指甲 锤背啥的 甚至无聊到 要我给家里的绿植擦叶面 这简直让我十分不好受 刘大爷不单单对我这样不好 对他的子女也非常暴躁 每次他的子女回来 他都没个好脸色 好像子女回来涂他的钱似的 表现得很不欢迎 面对子女的关心和孝顺 也是毫不在意 过年过街子女才住没几天 就会赶着子女快点走 都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和刘大爷的子女 反而关系很好 而且 他们对刘大爷这样的脾气 表面上很不爽 但心底还是很孝顺的刘大爷的 每次都会在变化里 叫我好好伺候刘大爷 哪些要注意的 哪些又要我多担待的 但我还是忍不住 刘大爷的这样很极端的脾气 感觉伺候他 我都要折瘦了 就这样 第八个月的时候 我再次提出了辞职 而刘大爷的子女 却非要留下来 说刘大爷一把年纪了 离不开人 而我又是他们非常认可的保姆 希望我能再忍耐下来 并且也会额外给我加五百元 作为回报 冲着刘大爷子女的这份面子 我又选择了留了下来 而留下来后 我和刘大爷的关系 也越来越不好 刘大爷觉得 我是个很爱钱的保姆 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忍 所以就更加毫无克制地欺负我 经常招呼一堆朋友来家里吃喝玩乐 搞得我忙得要死 而且在外人面前 我还被刘大爷 折磨得很没尊严 要我给客人接孩子 买东西 甚至还要我给客人按摩锤背 那些客人也很不给面子 学着刘大爷一样高高在上地使唤我 还经常拿我开玩笑 说些让人无地自容的话 我曾试着反击他们 结果却迎来刘大爷的更粗暴的惩罚 在一次跟客人起矛盾时 刘大爷直接给了我一巴掌 当时那些客人都镇住了 他们虽然是对开玩笑 但也没有过分到极致 所以看到刘大爷这样对我 他们也开始出来相劝 但因为这一巴掌 我就再也选择忍耐下去 第二天 一大早就提出辞职 刘大爷也没挽留 但要求我等他找到保姆才能走 可是我等了半个多月 刘大爷还是没找回一个保姆来 我不耐烦了 想直接走人 可刘大爷却回过头来 笑咪咪地劝我继续坐下去 说我只要坐下去 工资他会加到七千元一个月 加上他子女给的一个月 也就七千五百元的高薪了 事后我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刘大爷确实去了很多家政公司 但却没有一个家政公司敢给他安排保姆 因为在我之前 刘大爷就换过很多保姆了 且一个个都是受了刘大爷的虐待辞职 所以刘大爷的坏名声 已经让很多保姆不敢去伺候 而我也没有那么傻 为了钱而继续坐下去 虽然说刘大爷开的工资 已经是非常高薪的了 但我也没有为此动容 毕竟我们做保姆的 也是有尊严和底线的 我不可能为了钱而一味被雇主欺负下去 还有也不是只有刘大爷这一个雇主 辞职后 以我的资质 我还是可以找很多很好的雇主来伺候的 就这样 我伺候刘大爷一年多 他给我涨了三次工资 从六千元到七千五百元 但我还是选择了辞职 不为别的就为给自己保留一份 做人的尊严和底线 结语 所以说保姆的工作也是很不容易的 表面上看似轻松自在 工资又非常高 但是他们需要承受的东西 却往往要比我们想象的要痛苦的多 因此请广大雇主们 好好善待身边的保姆 没有他们贴心伺候 也没有你享受的日子 也请身边有做保姆的朋友们 不要对保姆有啥偏见 保姆也是一份体体面面 干活拿钱的工作 他们也是有尊严和底线的 千万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待他们 感谢观看